裡面有什麼東西 警方根據線報 在證明逃亡9個月之久的 同氣犯藏匿處埋伏 一見到他開著進口車回來 立刻上前盤查微捕 除了在車上查到 各式分裝的毒品 一把手槍就直接大啦啦的 放在方向盤上面 是 趕快來支援抓到槍 畫面中副駕駛座的女子 海一副淡定無所謂 隨即證明精性嫌犯 馬上被警方上銬逮捕歸案 他之前涉嫌了58件的販毒案件 那累計徒刑是1100多年 沒有聽錯 嫌犯遭判刑1000多年 這名40歲的精性男子 今年三月 因為販賣58案的 一到三級毒品 遭法院判刑1100年 合併執行共25年 為了躲避入監服刑 展開逃亡生活 一缺錢又顧忌重施 繼續販售毒品 而怕黑吃黑還用槍自重 人生再重來一次 你還會再販毒嗎 不會 你有後悔 是 可惜的是 人生無法再重新來過 儘管在鏡頭前表現出悔意 還是得入肩服刑 好好反省 只是嫌犯今年已經40歲 即使在獄中表現再好 再出來也至少60歲了 人生因為販毒 因此毀掉 實在毀不當初 記者徐曼嘉 台北報導 蛤